之前有一个句子很红 叫做 Quiet quitting 安静的离职 这说是 这是一个现代人生活的方式 是以Z时代的年轻人 类似像Felicia那个年代开头的 然后很多像我这个年代的 千禧年 millennial这一代的人 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说做人越懒越好 干嘛要好好上班 干嘛要努力 私生活玩乐重要多了 现在他们又再度回来了 OK Quiet quitting 已经不够了 这次的运动回归更强烈 叫做 Act your wage 依照你的薪水而做事 基本上这两个运动是很相似的 两个都在讲上班的时候 能不工作就不要工作 能偷懒就偷懒 但是方式比较不一样 Quiet quitting 比较算是隐藏式的偷懒 这个新的 Act your wage 是一个比较直接的 告诉所有上班的人 上班的时候要多懒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 act your wage的生活方式 Do you even know how to do your job? I don't understand what Hey Veronica I'm going to have you take this home and work on it tonight OK Respectfully Susan I'd rather spend time with my family Veronica Did you just decline the zoom meeting that's at 6.30 tonight? Oh yeah I did I did do that Yeah because it's outside of my working hours 9 to 5 So I won't be attending All right Veronica I do need you to be available During your vacation Okay Susan you'll be blocked On my vacation Because I won't be answering Okay Veronica I'm going to need you to complete All of this today Susan do I look like two people to you? No Oh okay Just making sure Because that looks like the work of two people Right? Right? And I'm one I'm just one person Right? And it's time to go home 5 o'clock Thank you Bye 基本上這種生活方式就是 讓你把所有的同事 全部都被你煩到一個發瘋的方式吧 I don't know 如果還不了解act your wage 是什麼意思的話 那紐約郵報有個非常詳細的講解 這個act your wage的影片 在抖音創造了3700萬的點閱率 是一個在職場的年輕人的人權運動 只做他們收到薪水的分內工作 其餘的一切免談 而且鼓勵他們的同事也一起這樣做 那支持act your wage的人認為 這是一個建造一個堅定的健康的工作界線 act your wage或許聽起來很像quiet quitting 但是這兩者之間有非常明顯的不同 簡單的說quiet quitting的人 會選擇做越少越好 越少工作越好 沒有人發現的話 就最好什麼都不做 但是act your wage就是 只做到老闆付錢的價值而已 不會更多也不會更少 呃... 簡單說就是在鼓勵人變得更懶啦 這個運動其實不太需要講解 我相信所有的人某層面上都有經歷過 這個樣子的工作心態 我必須承認我也有過 覺得工作最好就是錢多事少離家境 特別是在我上班 我工作的時候遇到一個瓶頸的時候 我一開始進入職場的時候 也是充滿著報復的 充滿著野心的 一開始在做服裝設計助理的時候 我做的事情就是什麼倒咖啡 把一堆紙用定書機訂起來 然後把take pack裝訂給technical designer 量衣服尺寸之類的 我一直以來 對於職場都有很大的憧憬 想要做一個很棒的 很有名的服裝設計師 後來發現 太多服裝設計師在做的事情 還有他們的理念是很奇怪的 我就變得有點 quiet quitting的員工了 然後當我變成基督徒之後 看了聖經之後 我就有新的目標 就是想要傳福音 因為福音真的是太好了 而且比做衣服重要多了 我現在看到這些東西 還有紐約郵報這個報導 寫的內容 其實非常有感觸 但是這篇的結尾是在說 Don't go above and beyond 不要有超越自我的憧憬 有這樣的想法的人 其實到處都是 這些quiet quitting的人 講的東西不是完全錯誤的 我們在工作以外 的確是要有自己的人生 的確是要有自己的時間 這不但是健康人生 應該是這個樣子的 就連聖經上也是這樣說的 也沒有錯 在工作場合 我們的確是要有界限的 我們在上班的時候 不能什麼都聽老闆的 我們是要跟老闆談判 然後創造雙贏 不可以被老闆利用 但是這兩個好處 都被這活動的方向抹滅了 我們工作以外的生活 如果不拿那些時間 來做一些對自己有意義的事情 對自己有成長的事情的話 那麼也會變得一樣 跟工作沒有意義 這樣子的人 他們在工作以外的時間 也就是在家裡滑手機 看抖音而已 不然就是什麼去夜店 去喝酒 我們在那個影片裡 看到那個女生說 與其工作 她還比較想花時間 跟她家庭在一起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絕大多數20歲的人 特別是女性 很多是沒有家庭的 所以他們的家庭 其實代表的不是家人 只是代表他們的沙發 手機或者是Netflix而已 第二點 在職場上 劃清界限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們要知道 怎麼去溝通 怎麼去談條件 我們要有基本的外交手段 才可以劃出明顯的界線 所以目的應該是 要很堅定 要很清楚的表達 但是不要造成 別人討厭 那這點我是還蠻差的 我就是一個 比較容易被討厭的人 然後我也討厭人的人 但是在影片裡的做法 就是叫人當一個 長不大的小孩 固執不負責 做一個讓人討厭的幼稚鬼 讓老闆討厭到 根本懶得叫他們去做任何事情 事實上就是 我們不能跟老闆這樣講話 我們不但不能這樣跟老闆講話 我們也不應該在我們的生活中 跟任何一個人這樣講話 在現實生活當中 你這樣跟老闆說話的話 你是會被開除的 而且如果說你只做最基本的 還這麼沒有禮貌 還這麼沒有教養 這麼煩人的話 這樣子的員工 是鐵定被開除的 我們在職場上工作 其實我們是要不斷的問自己這個問題 就是我做的只是基本的嗎 我工作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這個公司是不是還需要我 如果我們把自己放在一個 可有可無的狀態下的話 對我們來說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做個可有可無的人 或許是一個某個生活方式 相反的讓自己有存在的意義 就是一個完全反方向的生活方式 我們如何讓自己活成無價的 無法取代的 這個就要花很多努力了 這就是要付上代價的 還有天賦 還有最重要的一個就是 這需要花時間 這些Gen Z的年輕人 不想要努力 不想要付出 他們無法展現他們的天賦 然後就認為說 世界不了解他們的潛能 但是他們也都才二十幾歲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狀態 我們的年輕人 怎麼會在二三十歲的時候 就放棄了人生的目標 還有跟存在感 不需要努力了 不需要突破自己 不需要變得更好 我年輕的時候也是一樣 可能加班個一兩次 就覺得說我應該要被加薪 應該要升職 應該要當經理 我們把錢還有職位看得如此重要 但是我們又這麼輕易的放棄 就像我們的頻道 AI News 我們怎麼這麼努力在那邊寫新聞 這麼努力在那邊剪片 拍片子 結果還是沒人看 放棄吧 人生不是這樣子運行的 不是每件事情就是付出之後 馬上就會得到成果 這個世界不是一個微波爐 把東西放進去 一下子按幾個按鈕就熱了 成功的過程是很漫長的 很痛苦的 有高低起伏的 而且隨時充滿著危機 隨時可能會被停下來 而且隨時可能會重新開始 可能會讓你很灰心 那以AI News來說 我覺得我們可以說 我們某部分來講是成功的 不管是訂閱人數 還是收到別人的這個給我們的信 說我們的影片是有幫助到他們 或許這些對絕大多數的人來說 是失敗的 這麼窮 對不對 每個影片根本沒什麼人看 但是對我們來說 這個就是我們在創造 所謂的 Above and Beyond 的價值 超越我們自己的價值 讓我們的生命變得更有意義的價值 這裡也跟所有的年輕人 講同樣的話 成功不是一下下就出現的神蹟 也要跟基督徒喊話 應許之地不是走幾天就可以到的 是要跨紅海 跨越旦河 要在曠野裡面祷告 拒絕罪惡 拒絕慾望 連食慾都要控制 甚至要犧牲 甚至要死亡 才可以到達應許之地 翻轉美國 翻轉文化價值觀 不是 AI News 發了一年的新聞 就可以看到的效果 如果我們要成功 我們就要努力 不放棄的跟神一起同心 我們常常說努力就一定會有成果 但是從來就沒有說成果會在30秒之後就會出現 或許有些人覺得我們很傻 就是年輕人好手好腳的怎麼去信什麼教 怎麼會去傳什麼價值觀 我們還不如去找個工作賺錢 但是我在這邊認為 人生不是 ATM 不是我們按幾個鈕錢就會出來了 所以願意幫助我們的人 歡迎來幫助我們 不管是透過金錢還是禱告 我們知道是神跟我們在一起同工的 我們要做的事情 遠遠超過翻轉美國這麼簡單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 AI News MING PAO TORONTO